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说《动物见缘》里面首先给我们介绍了十二种心 十二种心前面也已经讲了 也就是说 欲界当中善心和不善心 有福无极法和无福无极法 然后舍界和无舍界没有不善心 善心和有福无极法和无福无极法 舍界有三种心 无舍界有三种心 这样一来的话 中共有十种有露的心 再加上有血道的无露的心和无血道的无露的心 中共有十二种心 这个十二种心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整个三界当中的有露无露的心 全部总结起来有十二种心 然后现在我们这里宣讲《动物见缘》的时候 大家应该明白哪些心作为《动物见缘》 然后产生下一个心事 下面是这样的《动物见缘》宣讲的时候十二种心 这个大家应该前面已经记清楚了 然后宣讲了十二种心以后 昨天要了知《动物见缘》的时候用八种氏 八种氛围也可以说 或者有些论典里面说是六种 六种氏必须要秦重六种氏 那么六种氏里面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三种氏吧 三氏第一个是相续氏 还有同地氏和戒身氏 这三个已经前面讲了 什么是相续氏呢 大家都知道相续氏的话 比如说三性的后面产生三性 不三性的后面产生不三性 有福无极法的后面产生有福无极法 然后无福无极法的后面产生无福无极法 这叫做相续氏 他自己这个氏是什么样的这个氏 就是他的后面产生这种这个氏 所以这个叫做是相续氏 相续氏的话 一个氏产生后面氏的时候 他的相续是不是相同的 如果前面是这个刹那是这个三性 后面刹那也是三性 然后再继续 他的这个三性一直不断的下去的话 那么前面的这个三性做三性的等物间院 这个时候叫做相续氏 所以相续氏的话一定是通敌氏 因为这个欲界的三性 一定要产生欲界的这种三性 然后色界的三性 它产生色界的三性 这样的话这种氏叫做同敌氏 而不是相续氏 然后那个 同敌氏的话 昨天前面也已经讲了 它那个三性的种类不一定是相同的 比如说三性后面 就是三性做动物间院 然后就是产生那个 这个不善的心 然后呢就是产生这个有福无及法 然后就是产生无福无及法 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是 如果是同一个地这个所色的话 就像这个欲界的地啊 禅定的话呢 就是第一禅 第二禅 第三禅 就是他们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旧地吧 就是旧地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居舍论当中 就是三界旧地 就是经常这样讲的 三界旧地的话呢 那么就是每一个地呢 就是他所色的一些这个心的种类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的这个心呢 他一般来讲的话 比如说这个喻界吧 喻界众生的话呢 就是喻界众生的这个善心 然后这个善心呢 就做动物间院的话呢 他可以产生三个心 就是一个呢 就是善心做动物间院 就是产生那个不善心 然后善生做这个动物间院 就是产生了什么这个 有福无及法 善生做动物间院 就是无福无及法 就是他可以产生这个 三种这个喻界的心 然后善心做动物间院 善生善心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已经属于在这个相续式当中 就是相续式当中 所以呢 就是我们昨天那个 就是讲这个 第一个这个相续式 就是现在一般来说是 俱舍论当中 就是这一戒呢 就是算是比较难懂的 就是如果你真实把前面的这个十二心和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八十搞清楚的话呢 就是这几个心也不是那么这个很困难的 但是你如果这个这些没有搞清楚的话呢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心就是哪些这个心产生的话呢 就是单独从这个颂词上面以背诵的方式来 肃起来的时候呢有一点这个困难就是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昨天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同地诗啊 就是同地诗的这个心的这个类别呢 就是也已经讲了 然后第三个诗呢就是叫做这个戒胜诗 戒胜诗的话呢就是一般它这里的这个戒胜呢 就是从那个私有到这个生有就是然后从私有到中有 中有到那个就是生有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有一种戒胜的这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首先是在这个人间就是他就变成这个死亡 死亡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呢就是马上就一个戒胜到这个众一生 然后众一生呢就是有马上那个戒胜到那个就是他的这个下一辈子的哪一个众生呢就是他是这样这个戒胜和徒胜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死性是什么样的这个善性还是这个 身性呢就是他身性的话呢就是一般都是不善性啊或者是有福无济法 就是有福无济法就是这个善性呢这个戒胜是在善戒当中是没有的就是 因此说就是他那个死性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有福无济法来这个死的也有 有些时候呢就是在那个善性当中这个死的也有 当然这个善性呢就是昨天也讲了一般是那个居生的善性就是 善性的这个善性当中这个就是做这个死性呢就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前面就是讲的这个三种事吧 下面呢就是有个除丁事和如丁事和还有呢就是这个燃无丁所避劳事 还有呢就是这个除华性和入华性就是 就是中共有这个这么几个心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么几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意思大家应该明白就是在那些心呢就是 就是做这个等无监缘的时候呢就有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就是 他这里的这事呢指的是这个六种八种这个阶段吧就是 就是用这个阶段来这个解释 这些时候呢就是哪些心是可以产生 所以这方面就是分析 因此呢就是在这些时候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 记清楚 刚才那个前面已经讲了这个 这个接生就是相续事和同地事 还有这个如丁事就是如丁事还没讲 接生事这三个事呢就是已经讲了 然后现在呢就是讲这个第四个吧就是 第四个事就是如丁事如丁事呢 下戒的三性就是下戒的三性三 产生上戒的这个加性三 下面比如说这个愚戒的 愚戒的这个加性三呢就是 他那个加性的这个三性当中呢 他可以产生上面的色戒的这种加性的这种善法 然后愚戒的三性呢就是也可以产生色戒的这个 这个三性愚戒或者呢就是 或者的话呢就是这个二无露这个性吧 比如说这个色戒的这个三性上面呢 就是一般这个如丁也好这个现前的话呢 就是上戒的这种这个善性要这个现前的话呢 必须要在这个愚戒的善性上面 如果愚戒的这个善性没有的话呢 在这个不善性呢或者是无福无际性上面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显现就是上面的这种这个善定 就是上面的善定 还有呢就是这个有学道的这个无露的这个性 也是我们用愚戒的这个身份来这个得到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用这个善性 然后这个无学道有学道的这个 比如说像那个一来过和无来过的 这样的这种这个无露的性要现前的话呢 也必须要用这个善性来现前的 就是用善性来现前的 然后色戒的善性呢就是产生这个无色戒的这个善性 或者呢就是以及二无露性吧 比如说第一参 二参 三参 四参的一个天宗呢 他要现前这个无色戒的这个善性 无色戒的善性的话呢 也必须在这个善性的这个基础上就是可以这个现前的 然后这个无露的这种这两个性呢 就是也同样的道理就是在这个色戒的这个身份来 呃 善前的话呢 就是必须是在这个善性的这个上面就是获得的 就是他在入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就这个现前吧 就是入定这个入定的过程当中这个现前的 然后无色戒的善性呢就是只能产生二无露就是 就是像这个无色戒的这个善性的话呢 就是他在这个入定的过程当中呢 只能现前那个有血道和无血道的这个无露的性 就是他一生呢就是再没有什么这个善性 这个可以现前的只有这个无露的这种善性 欲戒的善性不会产生无色戒的善性 就是欲戒的这个众生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是他在这个善性的状态当中 就是不会产生这个无色戒的这个善性 因为中间呢就是还有这个要经过这个色戒 经过色戒的话呢就是中间就是 下面我们就是讲这第八品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有一种 这个善性就是超越的这种方式就是 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这个九种这个净女吧 就是九种净女的话呢就是中间就是舍弃一个 然后呢就是直接这个超越到这个前面就是 也有这种这个修法 但是一般来讲像我们这个欲戒的众生呢 要这个先前无色戒的这种这个残顶 无色戒的这种这个残顶的话呢就是直接这个趋弱 是这个不可能的就是因为这个欲戒的这个善性呢就是不会产生无色戒的这个善性 就是他直接的这个善性呢就是不能这个不能这个善前的就是 就是这个一个是有色一个是无色然后这个所缘方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欲戒众生的这个心呢就是粗大就是这个有缘的就是 然后这个无色戒的一切相呢就是没有的 然后那个心相的话呢就是也极为这个细致和不细致就是有这个差别 还有这个对质等四个方面呢就是有这个很大的差距 因此呢欲戒的众生自己现前这个无色戒的这种善性呢就是是不可能的就是不能这个善前的 这叫做这个入定式啊就是入定式就是入定式呢就是他这里 意思就是说是入定的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善性来就是他一般这个入定的时候呢 依靠恶性来这个入定也是没有的然后依靠这个无极法来这个入定也是没有的 然后依靠这个有福无极法就是这个入定也是没有的 一般来讲他这里这个入定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以这个三性的这个状态下这个入定的 但入定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先前就是上界的这个三性可以 但上界的三性当中呢刚才讲的一样有条件的就是余戒的这个三性呢 他先前色戒的这个三性是可以的 色戒的这种这个三性呢他先前无色戒的这个三性是可以的 还有不管是这个色戒余戒无色戒这个他能先前什么呢 就是先前这个二五露法呢二五露的这种三性呢也是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这个实现的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余戒的众生呢 就是不能先前这个无色戒的这个三性 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有这个五种这个四种原理 就是有些论述里面呢就是讲是这个什么 他这个所缘和所以和还有那个形象 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对质吧 就是他这个对质呢好像我们前面可能没有讲的话 这四个所缘呢就是前面可能还要讲 就是所以有这个四个原理就是有这个四种原理来就是割开的 就是所以说呢就不能这个现前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入定时 然后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触定时就是触定时的话呢 上戒的三性产生下戒的这个三性就是 那么上戒的比如说色戒和无色戒的这个三性呢 它可以产生那个下戒的这种这个三性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上戒的这种这个三性呢 就是它可以产生那个下戒就是像那个触定的时候 触定的时候呢就是它原来是那个上戒的这种这个三性 然后呢比如说原来是那个色戒的这种这个入定吧 色戒的入定的时候呢它触定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到这个欲戒的这个三性上面就是 这时候原来是那个它入定的时候呢就是上戒的这种三性 然后它在触定的时候呢已经落到了这个欲戒的这个三性 但它触定的时候还是产生一种 就是马上产生欲戒的这种三性就是 所以说上戒的这个性呢就是产生下戒的这个三性 然后这个二五六性产生就是 二五六性也是在触定的时候呢就是 无色戒的这个加性的话呢也可以的就是 就是无色戒的三性亦而五六性产生色戒的这个加性 就是也是可以的它在触定的时候 然后色戒的这个三性亦 而五六性产生欲戒的俱生三性亦这个加性三性 这是那个触定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呢就是讲那个就是 这个燃无定所毕老就是燃无定所毕老 就是燃无定所毕老 它这个呢就是上面的这个戒吧就是 如果你这个上面的这种这个餐顶呢 当时觉得是自己就是很傲慢就是我获得了第一餐就是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餐顶已经燃无了就是 我这个很了不起我获得了就是第一餐第三餐就是 这个时候呢就是马上就是毁坏它的这个餐顶就是 然后呢就是它就退市到这个下一个这个餐顶上面就是 这个时候这种这个这个餐顶呢就是叫做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燃无定所毕老师就是燃无定所毕老师 就是上界的上界的有福无计法产生下界的这个善行就是 上界的这个有福无计法吧就是 就觉得是我这种这个餐顶呢就是 就是因为上界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烦恼就是 全部呢就是属于是有福无计法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不善行就是 就是所以上面的像这个傲慢啊或者呢就是上面就是 认为是自己的这个这种餐顶呢就是获得究竟的解脱啊 或者呢就是对自己的餐顶呢就是产生一种爱就是产生一种这个贪爱 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有福无计法 然后有福无计法呢就是马上这个燃无了你的这种餐顶就是 以这种这个燃无呢就是你的这种这个餐顶呢就是已经燃无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可以这个产生下一界的这种善行 比如说本来是那个第一餐的那个天界 第一餐的餐接呢就是认为是或者是对就是 就是第三餐也可以就是第三餐的这个餐顶的话呢 就是认为我的这个这个三餐很了不起的话呢 就是马上这个退市到就是第二餐 就是第二餐但是第二餐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这个第二餐也好或者是这个欲界一定也好 这些都是这个善行的状态就是 然后就是它就退市到这个时候 五色节的烦恼性产生色节的这个善行 色节的这个善行比如说五色节的这个禅定呢 就是失坏以后就是产生那个色节的这个善行 色节的烦恼性呢就是产生这个欲界的善行 例如五色节的灯磁若被烦恼说坏 则诸再次众生信向现在也失坏了灯磁 下面禅定善行是殊胜的就是 他就在这个色节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呢 就是我的这个禅定呢就是被已经这个烦恼了 就是然后就进去做就是生起下面的这个禅定 此强烈想法的潜移而在烦恼这个灯磁的最后呢 就是这个无间生起禅定的善行 就是下一节的这个无间 就是这个禅定的善行 从禅定中退市 先前这个欲界善行也是同样的 那么禅定中这个退市的时候 就是生起这个欲界善行的话呢 就这叫做是这个 这个燃无定这个所毕方 就是燃无定这个所毕老 就是这个呢就是第六个吧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有六十 就是讲六十的话呢就是之以上 有些讲义里面就是在这个时候只讲了六十 然后前面呢就是讲了这个八十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入化行和出化行就是讲两种 入化行的话呢色节的这个加行之善和 会出现欲界与色节的两种无极化就是无极化行 就是无极化行 本来这个化行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无妇无极性 就是无妇无极性 它这里的一般来说 那个入化行和就是前面的这个触定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就是 就是前面这个入化行的话呢实际上是现了一个入定 就是入定以后呢就是变成这个幻化的行 比如说这个你入了这个第一禅或者是第一禅的这个未知定或者正禅 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入定 入定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出现这个化身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从这个入定当中这个触定 就是没有触定的话仅仅是这个入定呢就是不能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般愚界的一个众生呢就是他用这个 这个用现实这个神通啊神变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要借用这个色节的这种这个禅定 色节的这种禅定的话呢就是先就是入定 先入定以后呢就是在这个依靠这种这个禅定的行呢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先现化行 就是先现化行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入定就是 所以跟这个为什么是很多讲义里面就只讲这个六十呢 因为这个这里面的这个入化行和出化行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入定和出定呢没有这个多大的分质上差别 因此呢因此呢就是他这里就是没有这个详细分类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就是 入化行是色节的加行之善和会出现欲界或者是色节的两种无极化行就是 这是那个入定是然后这个出化行就是出化行呢就是欲界的化行中 产生色节的这个加行善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前面的这个入定一样的 就为什么前面入定一样的因为这个他要这个入化行的话呢就是 首先是你这个原来是一个欲界的出大的这个行 然后呢就是通过禅定入于这个色节的这个禅定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这个现前就是你可以这个借用 借用入了定以后呢就是在出定的时候可以这个借用这个化行就是 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前面这个一样的 这一样的内容明开于心后接下来宣说那一心后 这个无间产生那些心的道理就是 所以上面的这个八十和十二种心呢就是 已经这个明白以后就是这个自己心里面应该记住 什么是这个结生是结生时候呢就是有哪些这个心可以产生的 然后那个哪些是这个入化行是哪些是这个入定是就是 这些时候这个道理明白以后呢下面就我们这个宣讲就是 在这个欲界当中有哪些这个心可以产生的 昨天不是前面讲的这个十二种心吗 十二种心当中呢欲界里面的这个十二种心是怎么样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欲界的心的话呢就是有三心和不三心 然后这个有福无极和无福无极法 这四个心呢就是产生多少个心就是 在什么这个状态下就是产生多少个心 然后这些心呢就是有多少个心呢就是让它这个产生 就是下面呢就是要判断这个问题 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是我们这个讲这个欲界的心 欲界的心大家都清楚就是前面就是只有这个四种心吧 就是只有四种心 首先就是讲这个欲界三心有这个欲界三心生九心就是 他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个三心呢就是他可以这个产生九种心 就是前面这个讲语里面也一一地这个讲得清楚 然后这个必为有八心众生就是 必是指的是就是刚才欲界的这个三心 欲界的三心他自己呢就是通过这个八种这个心呢就是可以这个产生的 所以先我们讲这个讲欲界的这个三心 欲界的三心呢他可以产生九种心 然后欲界的三心他自己呢就是通过这个八种心呢就是翻过来说吧 翻过来说的话呢欲界的三心是他通过这个九种八种心来产生的 就是这是欲界的这个善心而讲的 然后不善心有十心生就是欲界的这个不善心呢 欲界的这个不善心呢就是欲界的这个不善心呢就是 他有这个就是从这个十种这个心当中可以产生的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欲界的不善心呢就是他可以用这个十种心来产生的 欲界产生四种这个心然后反过来讲欲界的不善心呢就是 他就是可以产生四种心 可以产生四种心然后这是欲界的这个善心和不善心方面讲的 然后欲界的有佛无极心也二就是他这里说欲界的这个有佛无极法呢 有佛无极心呢就是也跟就是前面的不善心是一样的就是 他呢就是可以产生这个四种心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通过四种心来可以产生的 就是这是这个有佛无极法 有佛无极心 无佛无心生七心 然后这个无从无极法呢就是 就是是通过那个五种心可以产生的 那么下面我们那个颂词上面呢就是讲义里面呢就是这样这个解释就比较清楚 预界的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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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 意思就是说刚才这个预界当中呢就是有四种这个心 然后这个预界的善心他自己作这个等无奸原 然后后面呢就是产生做九种这个心 然后呢预界的善心呢就是他作为这个等无奸原的果 就是等无奸原的果 这样的话是他的因呢有多少个心呢 就是有八种这个心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预界的这种不善心 预界的不善心做等无奸原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可以产生四种心 然后这个预界的不善心呢就是他自己作为等无奸原的果 那么就是可以由多少心来产生呢 就是由四种这个心产生的 那么这个预界的有佛无极法呢就是相同的 就一佛无极法呢跟这个预界的不善心呢就是是相同的 然后这个预界的五佛无极法呢就是作为这个等无奸原的因的话呢 他可以产生这个七种心 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五种心呢就是可以产生那个预界的五佛无极法就是 就是所以呢就是预界不是前面讲的有四种心嘛就是四种心的话呢就是 他们这个福为座等无奸原就是所以有多少个这个心可以产生的就是 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这个前面的这个十二种心已经明白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八十已经明白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预界当中 这个呢一般来说是那个在《俱舍论》里面就是 法王如意宝都是以前也是讲过就是 就是如果你有本事的话是看看那个《俱舍论》里面的这个 《欲界三星生九星》就是看这个能不能解释啊就是有时候 那个以前我刚来的时候都是有时候就是法王在课堂上提到就是 当时我想说那个可能特别特别难吧就是 就是后来那个闻思的时候呢就是也不是这个很难 首先刚这个解读的时候呢就是这几个都有点分不清楚 但这个每一个学问都是这样的 刚开始解读它的时候呢就是有点这个陌生就是好像那个从 那方面就是解读也是有点这个困难的 然后你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你这个闻思两三遍的话呢 就是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什么这个困难的 你刚一次这个听到也没有这个辅导啊就是光是看一看的话呢 当然这个《俱舍论》和这些呢还是这个圣者的语言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平时凡夫人的这个语言跟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 就像盖登派的这个格西所讲的一样 从来没有这个传习过的我们也要去开始重新传习它 然后从来这个无始以来都是传习的东西 摄取的话呢那么这两件事情是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就是我们这个无始以来都是就是一些这个 这个闲谈啊 就是就故事啊 就这些方面都是可能这个习气比较多 所以就是大家都能记得这个清楚的 但是就是像《俱舍论》里面的这些道理的话呢 就是可能这个以前没有传习过有一点点困难 但这个呢只要这个认真的去这个研究的话呢 我觉得也不是这个很困难的 那么下面就是在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 欲解的善行就是无间产生九种行 就是五种欲解的善行它呢就是可以产生九种行 那九种行呢就是即使相续是欲解的善行 就是那么这个我们不是前面就是讲的这个相续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都懂到前面的这些意思 不是如果没有懂到现在就是遇到这个相续是的话呢 就不懂了那么这个欲解的善行可以产生九种行 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相续是呢 就是它可以产生欲解的善行就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个 他那个相续呢就是他自己前面的这个心呢 就是说等无间云 就是在后面也是与他同类的这个心产生的话 这叫做是这个相续是这个产生的心 然后那个同地是欲解的不善行和 欲付无极法也欲付无极法 欲解的这个总共有四种心 他意思是那个同地是吧 就是同地是呢就是欲解的不善行就是 刚才那个就是欲解的这个善行就是产生善行呢 就是他没有包括在里面就是欲解的这个善行呢 就是他可以产生这个欲解的不善行 然后这个欲解的欲付无极法 欲解的这个欲付无极心就是这这个三种心就是 总的加起来的话呢就是那么欲解他自己呢 就是在这个相续是和同地是呢 就是总共有四种心啊就是总共有这个 这以上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相续是后的这个善行和 然后呢就是就是 就是同地是后的这个不善行和 还有这个欲付无极和欲付无极就是心就是就是 所以这个欲解他自己通过这个相续是和同地是来算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四种心就是就是 然后这个欲定是色解的这个加行上 那么这个欲解的这个善行来就是入定 依靠欲解的这个善行来入定的时候呢 这时候可以生起色解的这个加行善就是 加行善行就是加行善行的话呢 一般来说那个色解的这种这个禅定的这个行吧 就是不管是你入于这个遗产的这个为之定也好 或者就是你入于这个遗产的一种正善就是正善 这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了就是它是这个加行善就是 所以依靠这个欲解的善行就是产生那个色解的这种善行就是 这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前面这个四种心上面就是加上这个 再五种心有了 然后这个欲解为五血而五露心就是就是 然后依靠欲解的善行就是就是 然后依靠欲解的善行就是就是 它可以先前这个欲解到的这个五露心就是 就是将这个什么预留过啊就是依赖过啊就是 就是他们的这个心可以先前的 还依靠欲解的这个善行就是可以先前阿罗汉的这个果位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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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刚才五个上面就是 再加上两个就七个了 然后这个结生是善良解的两种有福无极法就是 就是那么这个依靠这个欲解的这个善行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结生时候也讲了就是就是 他那个结生的时候呢就是他可以这个生的时候呢就是 就是这个烦恼心和有福无极法 然后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善行来可以这个死的 这这样的话呢就是善良解的这个两种有福无极心呢 就是可以产生的比如说就是依靠这个善行来这个死吧 依靠善行来死的话呢你转生到这个无色解 转生到那个这个色解的话呢就这时候是依靠你的这个善行呢 就是产生这个上面的这个有福无极法就是有福无极法 就是他可以这个善生这样的话呢就是 那么总共来说的话呢就是余解的这个善行呢 他可以这个善生九种行 他并不是一定要这个善生九种行 而且这个九种行同时善生肯定不可能的这个现行 但是余解的一个善行的话呢 上面所讲的这十二种行里面就是他产生多少个行呢 就是他可以善生那个九种行就是 这是那个余解的这个善行来讲的 那么我们这个这个是刚才呢就是讲这个余解的善行呢 他自己做这个当无奸远 就是余解的这个善行呢就是做当无奸远 然后呢就是他可以产生这个余解的善行呢 也可以这个产生余解的有福无极法和不善行 和无福无极法也可以产生 这个它不同氛围的善行 所以俱舍论呢就是我想是 还是分析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我们对这个心方面的研究呢 一般就是俱舍论这样的学问呢 就是在世间的学问当中是根本找不到的 这是那个余解心就是他所产生的这个心是这样讲的 然后现在是从反过来讲就是 那么余解的善行他自己呢就是有多少个心来可以产生呢 就是他自己的余解的善行呢就是作为当无奸远的果 然后就是有多少个当无奸远的心来就是产生余解的这种善行 就是怎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下面已经讲了 余解的善行只有八行种产生就是有八行种产生 也就是说相续是与同地是子弟的四行 这个可以跟前面是一样的 相续是他余解的善行可以产生余解的善行 那么这个是相续是可以产生的 然后这个同地是他这个是从反过来讲的 余解的善行比如说无佛无极法呢 就是他可以产生余解的善行 有不无极法呢也可以产生余解的善行 然后余解的不善行呢就是同地的话呢就是必须是余解吧 就是那么这个余解的不善行呢就是他可以产生余解的善行 就是所以说他自己的这个四种行呢就是跟这个前面一样的就是 就是余解的善行就是可以这个善行 然后初定的时候色解的这个加行善就是在初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余解的善行嘛 余解的善行的话呢初定的时候呢就是 这个色解的加行就是原来我这个入于这个入于什么这个色解的这个善行 这个时候他初定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依靠色解的一个加行善呢就是就开始初定了 初定的时候呢就你产生这个余解的这个善行这个时候也可以的 还有呢就是二五六行吧就是二五六行也是这个可以产生的就是余解的这个善行吧就是通过这个二五六行呢就是在这个也这个初定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善行 然后这个人无定所必劳是色解的这个有福无极心可以产生的就是 色解的这个有福无极心呢就是作为这个因 然后呢就是他就觉得这个色解的这种禅定呢就是就是很傲慢就是 他在从这个推述这个色解的善行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推述色解的善行但实际上是推述的因呢就是这个色解的一种这个有福无极法 就这个心呢就是可以产生那个余解的善行就是 这是那个余解的善行余解的善行是他可以产生九种心 然后其他这个八种心呢就是产生这个余解的善行就是余解的善行已经讲完了 然后余解的不善行就是余解的不善行就是有这个 对就是他是刚才跟前面的次第有点不相同的就是 他是这样就是刚才那个余解的善行就是他产生九种心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里余解的不善行就是有这个九种心可以产生他 就是余解的这个不善行就是有十种心吧 十种心就是可以产生那么就是那些呢 就是一个是相续式和同地式的四心就是跟前面一样的 就是现在再不重复吧不然 这个再不懂的话那就没办法 然后结生是上界的善行就是 也就是说结生的时候就是上两界的善行吧 因为这个余解就是结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转生到余解的时候 他的那个善行就是不善行 或者善行是一种有福无极法 因此结生的时候他就是上两界的善行 就是上两界的善行来产生余解的不善行就是 就结生的时候就是上两界的善行 就上两界的善行来产定的行 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个欲解的时候 就是产生欲解的这种不善行 因为他的那个善行是不善行嘛 善行不善行的话 那么结生的时候可以上两界的善行来出现这个不善行 然后各别的有福无极和无福无极心 每界当中各三个总有六种心 就是有福无极心和无福无极心 这样的话就是刚才那个结生的时候就是上两界的善行 还有就是有福无极和无福无极心当中 也是结生的时候这三个都可以出现的 那么这个色戒和无色戒各有三个 这样的话是种六个 那么上面的四个加上 有十个心当中可以产生欲解的不善行 然后反过来讲欲解的不善行 只产生各自的四行 也就是说相续时候的不善行 产生不善行和 然后这个同地时候的三种行 同地时候的三个行 就是中共四行吧 他同地时的 但藏文当中也是这样写的 意思是相续时的一个行和同地时的三个行 这样的话总共是四个行这样讲的 这是欲解的不善行 欲解的不善行的 他可以产生多少个行 然后多少个行可以产生他 这个已经讲了 欲解的有福无极心 也是与欲解的不善行一样的 用四种来产生的 然后他可以产生四种行一样的 可以一次轮推 然后欲解的无福无极心 就是由五种行来产生的 也就是说相续时的一行和同地时的三个行 就是中共加上四个行吧 加起来是四日行 然后再加上如化行时的加行三 如化行时的时候 比如说欲解的无福无极法 他如于化行的时候 他可以显示各种幻化吧 加上如化行时 这样的话有五种行产生的 然后欲解的无福无极法 他自己作为等无奸缘的话 是产生七种行 那七种行呢 即是相续时和同地时的子弟的四行 然后除化行时的色界的加行三和 接生时的上两界的两种有福无极心吧 这样的话中共有七种行 它可以产生七种行 今天讲到这里吧 马上网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